指著地上長長的裂縫不但寬度有5到10公分 其中有些還因為時間一久都長出了草來 這裡是北風國小的籃球場 平時是孩子們上體育課或是下課打球的地方 不過低頭看過去一條又一條的裂縫 造成地面不平打球不安全 因為連走失修了 中間已經裂開了又長草出來了 因為很久沒有在整修了 開始就都裂開了 都裂縫裂開了 平時我們小朋友在打籃球的時候容易跌倒 半打 這邊是幼兒園在運動 幼兒園在挖車都不好用會跌倒 學校的籃球場已經使用了許多年 那麼在我們的球場的地面部分 有一些破損的情況需要修復 那麼這次也非常的感謝我們議員 我們市政府還有我們教育局這邊 一起來關心學校 讓小朋友在運動的時候 有一個更加安全更加舒適的環境 細紙的北風國小是歷史相悠久的一個學校 已經明年就滿100週年 那我們來看到我們現場的像我們的籃球場 那其實有一些裂縫已經存在已久 而且甚至長出草來 那這個裂縫從5公分到10公分都有 那我們今天請教育局來一起來協助 是不是可以把這個小朋友在體育課的地方 或是像旁邊有一些幼兒園 他們一個戶外活動場地把它弄得更安全 在結果陳情後 新北市議員張景豪就邀請了市府教育局等 相關單位人員現場會刊 因為球場地面好多的裂縫 不平整也讓小朋友們打球容易踢到跌倒受傷 另外有些地面也高低不平 學生們跑跳一不小心也會危險 所以議員張景豪也以建議款 並且爭取市府的經費進行改善 包括旁邊有一些高低落差 我們請教育局一同來協助 把這整個環境把它重新做一個鋪設 目前請到這邊用建議款來協助學校80萬 那不足的部分 那還有超過200萬的部分 那學校跟教育局會一起來共同來籌措 那我們希望把這個籃球場 把它做一個重新的整理以外 另外旁邊有一些高低落差 也會一併把它處理好 另外PU的鋪面時間一久 也長滿了青苔藏無濕滑 會看後預計280萬的經費 進行籃球場鋪面改善 讓孩子們打球上體育課時 有更舒適安全的環境 加成慧玲 西子